现在进一步进化吧 老师你现在的拳是要挡他吗 还是说就是 我跟他等出来 身体有回来啊还是手 手回来啊身体有回来也可以 你就反正都可以做这些动作 所以没有顶他来 没有就是我们要避免撞 没有顶 好啊挡过来 唯一要避免就是避免的撞击 因为他上你也上 大家都会痛 好因此也是练习这一个 所以手是回来的 对 跟他等速 跟他等速 因为等速他其实进不来 你看好进来好进来 全小孩进来 我一直挡在这里 啊如果没有挡的话 就是他 行为伤到你 所以基本上目的是在 让我自己不受伤的状态之下 我保护我指 目的在这里 就不要让他撞击 所以真的练习目的在这里 保护我指 当然你在动态里面 可以做很多动作 去做签六号的动作 都可以 基本面是在这里 基本面 好基本面练习有的时候 接下来进化反击 我不但要挡他 而且我把他推他 我要退他 所以这个等速以后 我把他挡回去 那在那个时间差里面就要挡回去 你留意就没有 好 你想要他马上立回整的 你打不回去哦 所以在他 哎 还要想一 奇怪 我怎么打到什么东西 一点着力都没有 他在那里面有啪 把他打回去哦 所以在这里 你这个时间差要抓住 你这个时间差要抓住 打回去 这个第一次我放慢动作 他打过来 做得很慢 他做快 直接回去 啊 这个时候你身体直上 你应该做完这个动作 比如说我做得很小 这样子 那种动作很快 直接把插进去 哦 好 电影 看